我們剛好跟大家提到那個Mobi的表單是完整的 那你看一下我剛有加那個區塊進來了 我就找到表單那個 對了,順便先提一下 選單啊,我們上面不是有選單嗎 選單你也可以做 你也可以選擇,左邊那個Logo的Size有沒有 你可以調整大小 對不對,要不要秀Logo,要不要秀這些文字 然後呢,這裡不是有按鈕,不要它出現就把它關掉 那再來就是說,我今天如果要做連結 我點到它,有沒有發現這裡就可以直接連結 我看一下,連結連結,這裡 按一下,你的連結有分幾個部分 一個呢,真的可以連到外面去 也可以連到Email 甚至你在行動裝置上,我可以連電話 不過打電話,這很正常嘛,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就是你連到不同的頁面 不同的區塊 以我現在來講,我只有一個網頁而已 我有不同的區塊,所以我就告訴他頁面 欸,我到點到這裡之後 我要跳到哪一個頁面,有沒有 這個網頁裡面,有沒有看到這裡 那你一定會有點懷疑啊 啊,那麼多我怎麼知道我的是哪一個 所以他很貼心,滑過去,有沒有看到縮圖 這樣,再搞錯,就真的是你的錯 這樣我看一下表單表單,有沒有看到縫了 所以我等一下按下去,就讓它跳到這裡 好,就插入連結 那這個我讓它回首頁好了 這個地方,連結 我可以回到最上面,你就選擇回到Tub 這樣也可以 好,也可以,或者是 你想要有下拉式選單也OK 你看我點到這邊 對了,這個圖也可以換 內建有一些圖,是不是可以換 你也可以選不一樣的圖啊 你也可以選不一樣的圖啊 好像不能自己畫 自己的齁 自己的,在它裡面目前是不行的 要自己出來之後再來改 所以我左上角現在要加自己的Logo是不行的 這Logo可以自己改 Logo是可以的 好,那如果你要有兩層以上的選單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次選單 對不對 你如果加這個是一般的選單,是不是多一個 那我就點這個,加這個 次選單,你就可以再增加第二層 第二層 你要這個下面還有,你就再加下去 欸,這樣子會沒完沒了 所以它的選單加也很方便 也很方便 好,那我就隨便留一個 留這個,來做回首頁好了 回到Tub 好,OK 那我們先 往下走 我到我的那個表單 表單 這裡 我在最下面 你看表單這裡 當然這個內容你可以改成中文的 好,可以改成中文的 這沒有問題 好,這都可以改 那麼重點是 這裡不是有四個欄位嗎? 姓名,Email,聯絡電話跟訊息嗎? 那你可以到這個地方 它的區塊 我們來點一下 你可以自己決定一下 就是 你要不要上面這個說明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要決定這個內容的時候 你就點在這個 文 就是叫表單的文字欄位上 點一下 有沒有跳出來了 你認一個都可以 因為它一次就是設定四個 好,那你可以選擇 欸,我需不需要它留名字 需不需要留Email 需不需要留電話 你如果不要電話 我就把它關掉 有沒有,這樣就沒有了 那你可以選擇 你送出之後 要寄給哪一個信箱 還有 送出之後 要跟人家說謝謝 訊息吧 對不對 對,所以如果我想要 它寄到我的信箱 好,我們就按這樣 好的,那麼 你這裡呢 可以填寫它的預設值 請填寫姓名 好,有沒有 這Email那個我就不用了 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預設值進來了 對不對 那我們就預覽一下 對不對,那我們就預覽一下 好,那進到這邊之後 我就按這個 有沒有,馬上就跳下來了 這裡,點下去 反正這個 不能打 好,我先打英文的 OK,好 送出 有沒有送出去了 謝謝嘛 那你要去收信 給你一下 有沒有看到Mobile來的 phone 來了 點一下 這樣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樣了解了 所以它真的會寄出來 因為它用它自己的 沒有設備去寄信 好,自己的沒有設備去寄信 所以你可以收得到 這樣了解 只是它的限制就是 它就是那四個欄位啦 你要增加其他的 那就不在它的處理範圍裡面了 你要復健啊,要增加其他的 但是至少基本的功能它是有的 好,這個是Mobile表單 你可以像這樣用